民主社会经过选票换总统 现在是政党本身是在对话 连选这个市长 或者是选地方首长 也没有民主的力量 非常不民主的做法 这是令人失望 那可是蔡英文就一个 蔡英文总统曾经跟你讲 我的任期就到2024 您觉得如果下一次 你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您再丢出同样的问题 您期望得到不一样的答案吗 同样是蔡英文总统 这个时候民主社会 经过选票换总统 所以蔡总统到最后 我是没办法继续跟她沟通的 那个那时候民进党的候选人 也不只是蔡英文 也还有别人是不是 可是这个我们等一下 或许也可以讨论 可是在民主初选的这个机制上面 或许以现在来看 比上次赖清德机会更不好 所以赖清德那一次 也没有成功 初选 我就说这里是政党本身的民主问题 是 所以那个时候政党轮替之后 很多人说 台湾开始有政党轮替了 以后我们的社会会正规的好好的发展 这个理想是没做到 而现在是政党本身是在退化到这个 连选这个市长或者是选地方首长 也没有民主的力量 就是上面交的这些非常不民主的做法在进行 这是令人说 所以院长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民进党好像没收初选 他不是完全没收 但是民主的含金量 纯度很低了 就是有举办初选了 你看到屏东 其他你在放眼看 连任的不用 不用初选 可是其他好像就是 选队会 其实选队会就是党主席 跟选队会说了算 您刚刚讲的是这个部分 民主的含金量比较低一点 是不是 很意外吗 好像这不是过去民进党给人家印象 上次的选举就是 赖清德跟蔡英文是候选人 后来民进党这样走下来的路 很多人就看不惯 说一个民主社会里面的一个 党 算是民进党 这怎么会是民进党 还是那么的 他那时候把那个赖清德 想要初选的时辰 把他延后了 你记得吗 还有那个 我们讲说1450 就是彻翼会去霸凌 霸凌赖清德 他叫那个赖副总统 现在是副总统 他那时候还跟蔡英文总统讲 小英总统请你管好你的这个 彻翼嘛 所以您是 对于当初那一段您是在意的 是 相当在意的 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的民主的走向 应该是要靠人民的力量 而不是上面的人在 在 摆弄 那以这一次来看呢 虽然他只是一个地方选举 可是如果按照院长您刚刚所提的这个标准 那显然更不合格了 是啊 我就说走入 守着政党轮替之后 台湾的民主啊 走的并不是很顺丧 就是人民担家做主 人民的力量 决定他们的那个市长 或者是总统的这个这个路啊 还是没有走走的很好 对于当初那一段时间